其實像那種講求快 然後簡單的話 其實有一種粉底還蠻方便的 它就是像這樣 很像蜜粉 可是它是粉底 它是粉耶 對 它是粉 然後它都會配一個 這樣這樣的KABUKI的刷子 我知道它是礦物粉 對 是霧的那種嗎 以前的礦物蜜粉 很乾 這是改良之後它比較保濕 而且畫上去會有光澤 譬如說我畫在我的手上好了 畫在我手上 好 你看喔 這樣是沒有化妝的手對不對 然後它這樣輕輕的打上去 我覺得 我覺得是像乳液耶 對 它會 護上去之後會很像穿了一張 絲襪的感覺 有耶 好嫩的感覺 而且它就是很清爽 就是適合比如說油性肌膚 或者是毛孔比較粗大的女生 這個就是直接這樣 用打圈圈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妝上好 對 然後它也有分很多的顏色 所以也算蠻適合 各種不同的女生來使用 但是如果說這麼多的粉底 你一定要我選 太好選擇 那你弄一個NG的 NG NG 沒有 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些底妝裡面 如果說你一樣都很好用 可是你要我硬選一罐 最推薦的一罐 就不要想 就是它就是適合任何人的話 安全 就這一瓶在裡頭 對 就是這個 就爸爸媽媽都可以用的 就是各種膚質女生 真的假的 然後貴婦 少女 然後這個 所以不是魚子醬這一罐 不是 貴婦 少女 阿嬤 都可以用嗎 通通都可以 而且就是 各種膚質的 膚礦的 用的 通通都OK 對 因為我推薦太多太多粉底 有時候都會有點 大家真的去買了 還是會有一點小失誤 可是只要是這一家粉底 一推過去 沒有人說不好用的 從來沒有被打槍過 真的很好用 我自己的化妝箱 也是用這一瓶 幫模特兒畫 幫藝人畫 而且連身體我都用它 對 然後我現在用這瓶粉底 不好意思 有一把鑰匙的 對 有一把鑰匙 它有我的膚色嗎 有 有你的膚色 這個粉底真的非常的好用 然後我推它的時候 我就會用海綿 為什麼不用刷子了 因為這個用海綿來上 有另外一種服貼的感覺 因為我要教大家 另外一種打底的方法 就是用那個彈壓的 海綿沾濕之後對不對 你就把它彈一彈 然後在臉上的時候一樣 我們就是用彈的方式 把粉打上去 越拍皮膚就越膨 你看這邊一直在抵高 它的蘋果肌很明顯就出來 就是這邊的臉就 眼睛都亮了 對不對 真的耶 好神奇 就是這瓶粉底配這個海綿 就是無敵 然後你看像比如說 眼睛比較細的地方 這個海綿轉一下 就可以插這個黑眼圈的位置 尖尖的部分 對 而且它很舒服 然後它很可愛 它有才推出了一個這個 迷你版的 小蛋 好可愛 不要幹嘛 小蛋 小蛋 鵪唇 不要幹嘛 鼻孔 沒有 眼睛周圍 眼睛周圍 對 很可愛 這也太可愛了 譬如說你要遮瑕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這一個 小球 好 先從外圍 對 輕輕的彈上去 然後它的黑眼圈 真的滿嚴重的 我懂 那化妝師為什麼 一直叫妳要補黑眼圈了 可是我好不喜歡 所以就是要很薄 淡淡的補一點點 晏霈的黑眼圈 怎麼了 很棘手 因為它用一般的淺色遮瑕膏 越遮會越灰 對 然後又蓋不住 所以它就不喜歡蓋黑眼圈 因為它就又沒效 所以它要用深色的 它要用這個 有點偏橘的 看起來很深 比較深的 對 那妳剛剛遮濕敏的那個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嗎 那個顏色 我只是想看 紫色 濕敏的那個 是這個 氣墊 氣墊 對 那個顏色 怎麼這麼多 這邊是濕敏的 白的 這邊是燕霈的 比較紅 對 它比較沉一點點 可是這個才可以真的 把黑眼圈壓住 選比較健康一點的膚色 對不對 對 等於是讓它那個地方的 色溫比較暖一點點 珊瑚一點 對 好 先畫細細的一條 對 我就是要很薄 所以我不要畫太多 然後再用手輕輕地拍一下 然後妳會發現我都不會上太靠近 眼睫毛的地方 對 要讓它非常非常的淡 其實我們之前 黑眼圈都遮住 你看這樣黑眼圈 對 我還幫它保留了10%的黑眼圈 我沒有全蓋 自然 對 你看它這邊的眼睛的那個 淚淚的感覺 淚 眼睛就會比較小 而且看起來比較沒有精神 然後你看 它是真的很淚 真的 這邊真的就很差 可以再操的感覺 三天三夜 它的定妝 就要用另外一個經典 是我很喜歡的 這個三色的蜜粉 對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有黃色 紅色跟藍綠色 這個就是可以讓妳的皮膚 調節那個光線 即便到了下午 妳出油了 也不容易暗 或者是變黃 直接把粉鋪上去 厲害 簡單的 怎麼那麼簡單 果然是Doctor 真的 Doctor Kai 像這樣遮的黑眼圈 就會比較自然 其實它的皮膚狀況 真的還不錯 難度是就是那個 遮黑眼圈這一件事情 遮得好的話 它的底妝才會成功 然後其實現在底妝的結尾 應該要加上一個動作 才算是完整的 甩臉 沒有 就是修容 修容要一起做 對 這個我很愛用 對 這個 超好用 跟剛剛那個 超級好用 底妝是同一個牌子的 對 一把鑰匙的那個牌子 對 然後這個 你就要把深淺兩個顏色 調在一起 對 白一點的女生 你就用少一點 然後膚色比較深的 你就可以深色多一點 好 然後一樣 然後我們就稍微畫在 這個骨頭下方 這一道 這麼新喔 對 一個影子就好了 就讓它有那個層次的感覺 才會轉回來一點點 對 就比較立體 對 差很多 漂亮 然後下巴 下巴線 可以畫明顯一點 看起來更V 看起來更V 真的耶 這邊可以比較有像阿兜啊 對 你看這邊就是平平的 然後這邊是立體 真的 有那個時尚感 有 你看這樣底妝就完成 漂亮 漂亮 記得挑選帶橘的珊瑚色遮瑕膏 才能完美的遮蓋黑眼圈 還有還有 在打完所有底之後 不要忘記修容 才能呈現最自然 最立體的妝感喔 好 老師最後 有沒有要叮你我們搭的 要叮你就是出油的女生 剛剛很早介紹到那個 就是很容易出油的 女生其實就可以用 今天我帶來就是 下次可以示範了 就是它是控油效果 比較好的 擦上去會讓你的皮膚 有那種粉霧的感覺 而且這邊都在比賽 這個是12小時不脫妝 這是16小時不脫妝 這是10小時不脫妝 每一個粉底都有它的 那我們產品都買啊 永遠不脫妝 麥格子 對 就它是比較霧面 就是如果你比較在意 皮膚毛孔粗大的問題的女生 就可以用這種 比較霧感的粉底 然後像我在國外買 這些比較 巧克力色的粉底 是喔 這些粉底就是 可以調色 或者是創造一些不同的 立體效果的妝容 然後還有像是 這個一定要介紹一下 很多人會去做那個醫美 術後會有那個 比如說泛紅敏感的問題 這個粉底就是專門針對 你皮膚做完雷射 有一點那種傷口的那種皮膚 它可以幫你遮蓋 然後它不會刺激你的皮膚 它可以讓你的傷口 復原的速度更快 老師今天介紹的東西 在哪裡買上我們的網站 就清楚了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развит隨身感的未聞 做到 現在已經完成了 這個影片 在otal中間 可以給妳 harden嗎